大家好,我是小潘 今天来我们附近村庄农户的家里 地里收一些自己种的那个红薯灰 就是这里了,今天我叫农户帮我挖的红薯 现在已经是七点半了,天都快黑了 总共今天我收的是200斤 然后批发价的话是3块 一个黑土地种植出来的 这个是刚才我从那边拿过来准备拿去喂猪的 像这边的话,小小的我们都不要的 只是要这边品质比较好的,光光滑滑的 这是刚才我掰开的,大家看金黄金黄的 现在有点黑了,不怎么看得清楚 早上起来辛辛苦苦干到现在啊 就是200斤这个红薯 挖这样一条,基本上剪 差不多两个小时这样子才挑得出来 因为不能乱挖,要调好好的挖 这样子才不会挖到红薯 哎呀,这个红薯的话是冬天要放在地窖里 如果不放的话,它会冻一下就坏掉了 这个是一个没有什么科技以狠活的 都是一个农家肥种植出来的 农家肥一想必可能网友没知道吧 就是像牛粪呀猪粪呀这样子 也是叫着舅舅跟我一起过来 因为黑了,有点害怕 我们这些山路 这样子一大片 200斤红薯 种一年到头,真的是很辛苦 而且是在这个山里面啊 各个姐姐们看 路的话还好 现在国家有能力了 然后把这个鸡根道全部打造好了 要不然那换泥巴路 简直就是想都不要想象